欢迎光临 请问几位 两位啊 里面请 扫码点三 有需要随时打我 小哥哥你好帅啊 谢谢 我可以加你微信吗 不好意思 那个我女朋友可能会建议 那你们慢用 不是 你怎么在这 我找了个兼职啊 我从不能让你养我吧 所以你说找到工作 就是找了个兼职是吗 这就是工作呀 有工资的呀 你怎么能干服务员呢 别干了 回去帮我看店吧 哎 美丽 美丽 我就猜到你在这 背着我找小哥哥呢吗 不是你想这样 哎 那个小哥哥有女朋友吧 你没有机会了 我走了 我走了 你跟你说啊 你上个帅 我还不要这样 什么样的呢 咳咳 美女啊 我觉得服务员挺好的 对吧 还能认识一下陌生人 锻炼一下社交的技巧 服务员一个月才能提醒啊 都还不帮我买包的呢 呃 我的女朋友很爱我 她必不顾知 我不信啊 没有女生不爱买包 小姐以后啊 千万别找服务员 养不起我们 嫁给他 你得吃一辈子哭 够了 怎么了 服务员怎么了 服务员也是靠自己 双手挣的钱 值得别总录 再说了 我觉得找一个服务员 当男朋友 有什么不好的 你疯了表姐 帅哥 建议帅肉了解一下吗 我非常荣幸 哥哥他有女朋友的 我不信 干什么啊 下个几点下班 还有会儿 那我带你一起回去 不用啊 你先回去呗 给你 你来了 方姐 认识啊 当然了 同城就这么大 大家都认识了 有点尴尬 呃 营养是 哦 方姐 这是我男朋友 来同城投奔我来了 不是吧 那在我这做服务员 合适吗 没事的方姐 就是我现在正好 也没什么事儿干就这个工作我可以做 是吗 美丽 是的方姐 她呢非要坚持找婚工作 嗯 那以后还要多多麻烦方姐照顾她了 麻烦方姐 这就肯定了 嗯 要不这样嘛 陆云 你今天早点下班 嗯 那你先走呗 哎 我愿意放姐 我坐在这等她就行 对没事 没事没事 今天正好店里不太忙 等她明天早一点来就行了 先走吧啊 你们俩 那行 那那那 谢谢方姐 那我跟美丽就先走了 哎 走 谢谢 谢谢方姐 走走走 好 那那方姐我们先走了啊 拜拜 干嘛倒着走 我想看着你 也不怕摔着了 咱俩今天这么逗你的小表妹 她不会打你小报告吧 怕什么 真心不怕表妹吗 那我 干那个监制服务员的事儿 没提前告诉你 你不会生我气吧 陆云 嗯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那那如果我希望你现在就跟我复合呢 嗯 嗯 没有 啊 可以呀 嗯 真 真的吗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无论你问多少次 我都回答都是可以 我 下一红杀 经过的风吹雨大 我有时又万强到可怕 可以 陆云 你说